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海洋老师 哎呦 声音沙哑 有没有看到我还是在声音沙哑 没办法 最近很忙 然后 不过没关系我想诚意最重要 大家不在乎我的声音是不是有沙哑 放轻松 我想人生就这样子 今天要跟大家谈什么 这剩下两天 国民党 郭董还有喉如意算盘 到底怎么打呢 紧张 今天晚上听说要三四人会 不晓得哪三四个人要会面 不过呢 我们等一下来谈一谈呢 侯友宜虽然好像在市议会硬起来了呢 她说 嗯 不要太小干她喔 我觉得她有时候 开始有点那种感觉了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我们民调只供参考 我们绝对是公正的好不好 也没有多做一分民调 也没有少做一分民调 我们都是依照人家做的民调 来跟大家谈一下 到底谁的声量怎么样充斥呢 郭台铭这么大个老板呢 愿意放下身段呢 走访全台湾呢 走透透啦 辛苦他了喔 然后侯友宜没有关系 就还是待在新北市 好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呢 很多人呢 都挺着郭台铭 不是挺着肚子啊 有很多人肚子哒哒就挺起来 挺起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郭台铭14日前往拜会 前高雄市场韩国瑜 郭瑜脸书分享 两人 四手交叠紧紧握的合影 韩国瑜表示呢 郭董事长夫妻呢 一起前来云林 与众心肠聊了很多 担忧台湾的竞争力呢 聊了台湾的教育 人才的培养 语言的能力 担忧国台湾呢 未来的走向 韩国瑜呢 最后喊话呢 2020年是中华民国国运的转类点 对 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800更运走完了 明年是九子火运 九子火运呢 他刚好是在2023跟2024的一个交接年 那什么时候就会开始交接 我跟大家讲一下 好大家认为说 这个呢到农历11月 刚好我们选取的那一个月就是交接年 好不好 直五线呢 能不能冲破这个直五线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2023年呢 是鬼宝年 那鬼宝年大家都知道啊 他能化祭年啊 然后呢明年呢太阳化祭年 太阳是什么意思 太阳就是 哪个国旗有太阳 那你就看啊 哪个国旗有太阳 如果看到太阳的话呢 要看到什么 国旗要有红色的 为什么走火运呢 一定要红色的才会有好运气 叫做火运呢 风火连篇 好那也代表说啊 火火红红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两个人呢 其实呢 都是呢战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是国民党的大战将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 郭台铭呢近日呢 宴请国民党的中常委呢 第一点在台北市的这个 松德路的 鸿海集团的招待所 那这场餐序呢是郭台铭呢 亲自自电邀请了十多名国民党的中常委 中常委总共有29位 然后呢挺郭台铭的有16位 居然过半 过半啦 好 会后呢国民党立委呢 陈玉珍呢受访的时候说呢 大家共识认为呢 郭台铭是最适合被国民党征召的人选 那并强调呢初步统计呢 超过半数以上中常委 甚至三分之二都是挺郭 但郭派呢绝非少 挺郭派绝非少数 好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有些所有人看到那些其他的媒体 在讲来讲去讲来讲去 秤来秤去秤来秤去 我告诉各位 但大家一有所指嘛 有些是清绿嘛 有些是清 清白嘛 有些是清 清 清国民党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安 那有些人站在很中立的立场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台湾的民众心知肚明啦 那到底呢 2023年到2024年呢 我们怎么样来翻转我们的2024年的国运呢 这是对台湾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年度 如果这个年度再有失守的话呢 哪有惨的 恐怕呢 准备打仗吧 来我们继续 很惨 我现在最害怕了 我灵气大了 我心脏不太好 怕高血压 然后心脏病 一打仗 看一看怎么死都不知道 郭台铭呢 12日晚间在板桥体育举办了 珍爱母亲节感恩音乐会造势大会 高龄97岁的妈妈呢 弟弟郭台强 以及台积电创办人张宗蓬的妻子张淑芬 就是她的表姐 妻子曾欣盈呢 郭台铭的儿子呢 三创数位董事长的郭守志女儿郭晓霖 一同上台 全家大合体 这个全家大合体 创造一个什么 温馨感人的画面 那我想呢 大家都知道她非常热爱家庭 第一个呢 对妈妈自孝 然后呢 对孩子也很照顾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她呢 一生当中呢就是 累到半死 我觉得你知道 每一个董事长都累到半死好不好 想想看哦 她创造一个事业不那么容易 对不对 尤其是全球的事业不那么容易的 郭随后呢 向现场民众呢 述说自己呢 零到六岁国家养的政策 必须是和平繁荣清廉的理念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相信她一定会清廉 因为她的钱太多了 根本用不完的钱 你看永宁基金会 都可以捐很多出来买BNT疫苗了 而且呢 每一次呢 只要呢 国家发生大事情啊 地震也好 什么也好 风灾也好 水灾也好 哎 鸿海集团一定是捐钱哦 他跑在最前面 那我们再继续看了 很多人就说 捐钱什么了不起 我告诉你 你捐得起吗 你就捐不起啊 不要不要在下方酸人家啦 真的人家赚这么辛苦的钱 然后愿意捐啊 也是他大慈善家讲尽良心话 要不然你们捐得起吗 我都捐不去了 我能够捐一万两万啊 十万八万 我都觉得我很了不起 真的 真的我不骗各位哦 真的 我们好好想一想哦 很多时候呢 都是在救苦救难的菩萨 好我们继续看 13日郭台铭特别往金门发表和平宣言 那强调如果当选总统呢 就会根据的宪法一中 和对岸开启大谈判 还主张要以金门两岸新的 这个常规来做谈判地点 我想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如果我们能够跟中国开启谈判的话呢 第一个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农产品 能够再销到中国去 台湾的经济真的需要复苏一下了 很惨大家都应该知道吧 惨到爆好不好 我们的内需有限啊 我们都靠外销啊 对不对 我们很多东西都必须要外销啊 我今天看到那个东港 我现在还有羡慕东港了 在那个什么 鲍鱼啊这麽大一条啊 用三年车载一个老老老老老老老 那个百万三轮车 天啊 我都想去摘一条回来 你看他余货这么好 不能外销 多可怜啊 然后他就啵啵啵啵 再用个吉普车载 好可爱 然后人家就笑他说这个是百万阿婆 那一条鲍鱼要百万 那阿婆的三轮车真的很可爱 还有用模特车载载的 你想想看 所以台湾有多少好东西 没有办法销到国外去 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好的总统来帮我们 把国家的东西赶快销一销吧 好不好 要不然这些百姓真的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希望站稳中华民国的立场 和大陆重新展开谈判 这样就没有台独的台湾独立的问题 两岸就可以坐下来谈 而执政当局对两岸的议题 进行了偷梁换柱 进行了仇恨动员 制造族群对立 撕裂台湾 台湾就这么大丁点 拜托不要再撕裂台湾了 我们也不希望撕裂 我们真的要和平共处 我们每一档都要好好的 真的我希望每一档都好好的 为什么呢 台湾就这么两千三百多万人口 而且老的这么老的 年轻的现在不敢生小孩 不敢结婚 真可怜好不好 真的 这是国安危机 这是另外一种国安危机 你知道吗 现在最惨的就是什么 大家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你想想看 不要说年轻人买房子 他们连租房子 再多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都租不太起 像房租贵得要是 然后呢 物价高涨 然后叫这些 孩子们怎么办呢 真的 那公司的老板中 不到钱更惨 倒的倒 逃的逃 死的死 不就这样吗 是不是 台湾97%以上 都是小企业 都是中小企业 那大企业真的非常有限 对不对 好那我们继续看 如果台湾真的能够起飞的话 我相信呢 台湾人民一定 过着更好的生活 来 至少不要兵凶占围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好 挺郭中常委呢 放话 17日若提名侯友宜 他们将会有所动作 相对呢 郭振营的来势汹汹呢 侯振营的低调 被认为早已内定 党内则生怕呢 郭台铭不满又会再度震荡 国民党的选情 据了解不值郭盈 若侯营失利的话 反应不会比郭小 反弹力道恐比四年前 韩国瑜对初选制度 五点声明中所批 政治权贵的密室协商 还要更严重吗 我们不乐见这样的事情发生 如果国民党还学不会教训的话 那就等着分裂吧 真的不管今天谁出来当总统选举 都要护停 但是呢 侯友宜现在呢 真的还在台北市 新北市的任内 不要再像韩国瑜那个样子 一面选总统 然后一面选不上又被罢免 我看他的巴士 我真的替他担心 国民党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了 侯友宜你知道吗 从亥宫子宫丑宫到隐宫四个宫位全部发迹 请问 选得上吗 对不起我先预告一下好不好 我现在做预告 不要说我唱衰和友宜 不是真的不是这样子 我就他的命盘这样来解说好不好 我就他的命盘来解说 你们不用骂我 骂我我也不怕 我就照命盘来看 本来呢他的命格里面呢 在武功 子威 子威加左腐右臂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的运势不好 你知道吗 运势并不好 一个人命好还要加运好 对不对 不要忘记了 多少人呢 当初选总统的时候呢 对不对 连战不是命很好就选不上 宋楚宇命也很好选不上 对不对 两个人选了三四次的没选上 为什么要再选呢 那我建议大家呢 要好好想清楚 国民党没有分裂的本情 第二个呢 大家很怕战争 如果侯友宜他有本事坐下来跟对岸呢 谈判吧 有本事 这才是重点哦 如果他没有本事跟对岸谈判的话 那谁有本事可以跟对岸谈判 每天在兵凶战围 每天在军演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的台独今孙 现在也不讲台独啦 也不敢讲啦 赖清德最近为了要选举他也不敢讲啦 他讲中华民国台湾 看到这里哦 我心里很痛 讲句真的心里很痛 一个好好的国家撕裂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本来呢可以安居乐业的台湾 台湾人民这么善良 这么百姓这么好 最善良的百姓 现在搞的呢 你看 枪支泛滥 贩毒 然后呢 诈骗集团 变成一个可怕的岛 那还得了 变成一个可怕的国家 这还得了 这样下去的话呢 对不对 你看那些年轻人 宁可被骗到国外去 也要相信那些诈骗集团 他们赚不到钱嘛 最主要是可怜的赚不到钱 然后教育 我们的教育也真的要改革一下 真的 那家庭教育也很重要 好我们来看一下 郭台铭的话迹是天头话迹 他会比较得到年轻人的支持 因为呢 要知道一件事情 他有五曲心画拳 还有呢 太一心画科 加上呢 太阳又画路 而且画双路 太阴又画双科 五曲又画双拳 你看 双科双拳双路 这个叫什么 科拳路正坐耶 科拳路正坐的时候呢 是不是 他十月份要特别小心 农历十月 他有地空地劫 那但是侯友宜也有地空地劫 那赖清德也有地空地劫 但是现在就是大家比实力了嘛 现在就是比实力的时候了 好 亮出你的实力出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好 三个哦 都有地空地劫 坐在哪里 害功 都在害功 如果坐在火的位置 叫做什么 爆发 那如果呢 是坐在金的位置呢 是 金空则明 就会大明大放 但是 这三个人 全部都是坐地空地劫 在这个位置 但是谁的运势比较强 我要告诉各位 第一个呢 太阴化路 我看到侯友宜这边 叫做太阴化路 那 郭台铭呢 他有三个路纯 第一个呢 他的本命路纯呢 是在深宫 而且呢 他有一个 路纯星呢 在右臂星 太阳加右臂 这个叫黄殿朝班之格 好 如果以命格上来讲的话呢 两个人的命格都不错 但是问题是 运势郭台铭比较强 侯友宜的运势没有他强 侯友宜的运势比较麻烦是吧 那个月刚好是什么月 你知道吗 刚好是宜丑月 好 农历12月 刚好农历12月宜丑月 好 那宜丑月是什么 太阴化祭 好 刚好呢 你看看哦 侯友宜太阴化祭坐在亥宫 寄入亥宫哦 那贪婪化祭呢 又坐在他的子宫 子老鼠的位置 那他本命的巨门化祭 坐在丑宫 然后呢 他本命呢 大育化祭 五曲化祭呢 坐在寅宫 一条线四个宫位全部化祭 哎 我看到这样 我又替他烦恼 如果真的是 侯友出来选的话 我们真的替他烦恼 来 接下来 我们继续看 侯友宜呢 一开始路线就走错了 他不是魅力型的领袖 他真的不是魅力型的领袖 不能像韩国瑜 在2018年 那样打了短短六个月内的 全国寒流来个秋风扫落叶 他没有那个本事 没有 他是属于那种 稳扎稳打型的 他不是有那种秋风扫落叶的那种 一阵狂风巨风 龙卷风这样子的席卷 没有 你看韩国瑜当时 他在最旺的时候呢 国民党要选市长 去帮侯友宜站台 韩国瑜帮他站台啊 对不对 那时候旋风有多厉害啊 到现在为止 侯友宜所有的语言思维态度 完全没有脱离新北市 表现态度 你的格局呢 你对国家大事的原则说法是什么呢 有那么困难吗 有那么困难吗 没有吧 对不对 我们这种局外人哦 看起来都不觉得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对不对 你对国际 你对对岸 以及对百姓 你要给什么百姓啊 我们不是要你开支票哦 哎 前面前面的总统开的支票 都没有兑现的一大堆啊 是不是 我们就不要讲谁啦 大家应该很清楚吧 那所以呢 不能也不能随便乱开空投支票啊 对不对 他空投支票是跳票的话 大家 要痛恨死你啦 一下季也不用再选了 真的 我觉得百姓现在很聪明啊 真的做不好就让他下台 本来就这样子啊 要把百姓搞死啦 真的 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百姓的痛苦上面 把自己的这个骄傲放在百姓的痛苦上面 我最记得以前不说 在选举的时候 你们离总统府 很近啊 啊 有意见的话 可以大声一点 有意见大家可以大声一点啊 再听不见可以拍桌子 再听不见可以拍桌子啊 没有巨马啊 没有吗 没有 一样有巨马好不好 总统没那么好当好不好 一样有巨马 知道 拍桌子吗 看到了吗 有人拍桌子啦 有人干掉了有用吗 来继续看 你们不要笑我 真的老师 好了老师要思维一点 来我们看这一个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的声量好感度比较 来看一下 郭台铭现在是这样子声量冲到这边了 吓死人了 侯友谊的声量只剩下呢 哎呀 差这么多了 哇 差了一个头两个头了 然后呢 你看到没有 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郭台铭 橘红色的是他 来看到没有 那这个是呢 啊 负面的是吧 这什么写啊 你写什么 郭台铭的 郭台铭的那个好感度 好感度 好感度 这是好感度 他加起来都比侯友谊多 所以呢 你看到没有 现在这个是人家做的好感度 这是哪一个做的 资料是4月1号到4月27号 现在是5月了 来我们继续看 好现在呢 这个来来来我们看这个 这个叫做一评国新闻一评新闻网 请问你 侯友谊 柯文哲 郭台铭 赖清德 2024总统 你头谁 来看到了没有 来 赖清德 14.8 1940人 郭台铭 31.4 4109人 然后呢 柯文哲 19% 2487人 哎 柯文哲还比赖清德多吗 不会吧 然后呢 没意见的 1.1% 侯友谊 33.8 那这边来民调来看的话呢 一评新闻是侯友谊33.8 郭台铭31.4 两个呢就在伯仲之间 来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声量 这个声量吓死你了 来看到没有 2024正式TPOC的这个声量表 来网路声量趋势图 那从这边开始4月10号到16号 这个绿色的是谁啊 赖清德 好来 啊这个呢 4月17到23号 赖清德剩下这边 那蓝色的在这边 蓝色是谁啊 侯友谊 这个是灰色是郭台铭 是吧 啊这个是民众党的 柯文哲 一直都差不多 然后呢 国民党 侯友谊现在剩下这样子 哎呀我的天啊 4月24号到4月34号 调成这样子啊 从这儿调到这儿 然后你看哦 灰色的是谁 郭台铭 直线往上升 他673 380 他已经来到64777 看到没有 等于快跟他并驾齐去 啊这边63已经快追上 追上下还更高一点 然后赖清德剩下41906 然后这个是柯文哲 那现在呢 5月1号到5月7号 哎这一注请天啊 灰色的是郭台铭 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另外TPOC的这个声量表 这个供大家做参考好不好 供大家做参考 这不是我做的哈 网路上可以查到哈 来我们继续看 所以呢我想在最后这两天呢 到底呢 国民党会不会有什么样重大的决策出来呢 好大家都说 郭台铭 现在还不是国民党党员 我觉得他应该加入了吧 他应该是加入了吧 对不对 如果他是真的国民党党员的话 因为呢 这次是用征召的 那即便是征召的话 你看他连 你看我告诉各位哦 侯友宜不可能去跟柯文哲见面哦 但是郭台铭可以去跟柯文哲见面 看到了没有 柯文哲说 我都领表了啊 没有关系 领表了以后 也是有合作空间吗 有可能啊 领表也有合作空间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即便他说他要选总统 当然他为了他自己的党 他要壮大他自己的党 那这次每一个人都期待 是把自己的党做大 我觉得呢 这个世界已经在翻转 已经在翻转 我们看到泰国呢 这两天的选举 看到没有 泰国这两天的选举 也在翻转 那我相信呢 这世界呢 二十年来 平安的日子大家过很久了 六十年来 平安的日子过很久了 那在这几年呢 Continuity以后 加上战争以后呢 我相信大家过着痛苦万千的生活 我们都是感同身受的 这一个世代的人 希望我们能够呢 不要在台湾看到战争 希望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你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上这一票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海洋老师按赞分享 开订阅一下小铃铛 我今天抱病跟大家做节目哦 谢谢你们拜拜